Hello,大家好,我是东东 很久没给大家更新了 大家看到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房子 前段时间我全是在忙搬家 所以呢,我大概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更新视频了 这是我搬到这个新家以后第一次给大家拍视频 今天呢,我可能会带大家看一下我新弄的那个工作室 然后最主要的是 今天我要给大家开箱两样东西 很大件的东西 第一个 哇,很沉 这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电脑椅 很多人呢,问我能否去评测一下一款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所以呢,我就搞了一台 它呢,是我在淘宝上其实我找过很多个品牌 它的品牌是叫油浦 它呢,也是一个在淘宝上销量比较好的一个店铺 专门卖各种人体工程学椅子 OK,这是其中一样东西 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所以,我这一次就搞了他们一台空气净化器 我今天仅仅是给大家开箱 我并不会去做一个使用上的体验 这两样东西呢,我稍后会分别出视频给大家 深度的体验一下他们的效果和这个感受 都是怎么样的 OK,我们现在先开箱 我们先开箱这个椅子吧 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这是我第一款 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 也没有买过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但是作为一个经常在电脑面前的人 我觉得一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很多人都问我能否去评测一下这种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说实话,我自己也很想买一个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期 人体工程学的椅子的开箱 今天仅仅是开箱 这是一个凳腿 我们先拿下来 这是一堆零件 哦,轮子 它的椅子基本上也就 直接是成型的,一体的 你只需要把轮子按上就好了 很沉哎 重量还是蛮重的 哇 就是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后面全都是这种钢的 这是钢的,不锈钢的 感觉非常的结实 哇,底部这也全都是金属的 这也全都是金属的 这里 这里 这是一个头铐 这是一个头铐 嗯哼,这是一个头铐 OK,没有了 OK,没有了 我们先装一下这个轮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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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价格花到位了,这个质量就是不一样 这个轮子的安装和普通 我以前买的电脑也都差不太多 直接往里安 直接往里安就可以 OK,很顺滑 然后这个呢是 就是啊 这个 应该是这样 诶 就这样了吗 应该就是这样 OK 我靠,好吃啊 OK OK 真不错 不愧是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我先把这个装上去 很简单,非常简单装这个椅子 这样就已经装完了 这样就已经装完了 不过它还挺沉的 是真的 我们来试一下 真的不错啊 它这个怎么调节呢 它这个背靠怎么通 真不错啊 关于这个椅子 我使用的详细感觉还有体验呢 我之后会单独出一些视频 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OK,现在呢 我们来开箱第二个东西 是一款空气计划器 我走 就是它 它的牌子叫 Lifa Air 应该是Lifa Air Lifa Air 反正它是一个来自芬兰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在选它之前呢 稍微做了一点点功课 它之前呢 并不是做这种 家用的空气计划器的 它是给这种工业级的 或者是军工的 应该是给军工生产的 那种工业级的计划器 因为在欧洲嘛 它们也需要不到这种家用的 这种空气计划器 反正这个东西 我用过它们的口罩 非常非常的不错 它们家的口罩真的非常的不错 空气计划器我是没有用过的 但是它们这个机器我是听 苏哥 可能很多人知道苏哥 苏哥拍Vlog 是我的一个校友 一个师妹 他呢 给我推荐的这个品牌 OK 我们现在开箱看一下 哇 很高端 我还剪断了 因为我现在搬了新家 家里面有很大的味道 主要这个味道来自于我买的这几个木制的几个家居 它们呢 我买的时候已经专门跟卖家说了 让它们不要涂漆 就是原色不要涂漆 但是给我发过来以后呢 全都是涂了漆的 就是涂了清漆的 家里现在一进了有非常非常大的味道 这边我又没有空气净化器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台空气净化器 在我那个房子是有空气净化器的 所以呢 就有了它 蓝牙WiFi 但是很沉 作为一个空气净化器它真的很沉 而且我听说这一款空气净化器 对于除甲醛来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也非常适合我现在家里的这个状态 而且北京现在已经进入雾霾剂了 空气净化器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空气净化器还有防颗粒口罩 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 虽然近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 已经有很大的好转了 但是还是需要的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么零星一两天 空气质量是很不好的 这个包装感觉像是一颗炸弹啊 里面不是一个折弹头吧 OK 哇靠 这么沉 过轮 有没有 首次使用务必先拆除全部滤芯 去除活性炭桶上的 你看 沃轮 这是个沃轮 全金属的 全是金属的外壳 这个感觉它有点像热水器真的 我们来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 应该就是电源什么的了吧 说明书 分蓝设计 对了 这款空气净化器呢 它有一个这样分体式的空气质量监测器 以往的这些空气净化器呢 它可能都是在它自身有一个屏幕 是可以检测这个空气净化器周围的空气质量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分体式的 你可以放到任何一处这个监视器 然后它呢监视的是这个监视器周围的空气质量 这样呢就不用单独再去购买一个这样的一个 空气质量的一个监测器了 很方便 这是一个电源适配器 这里没有东西了 我先看看它的电源开关才能 在这里 首次使用前 必须拆出全部滤芯 我看了一下 它首次好像要先把这个滤芯给拿出来 滤芯在这个下面 这是一个滤芯 还有一个滤芯 哇 这里面有活性焊 然后这还有一个滤芯 这还有一个滤芯 一共有四个滤芯 还带提手呢 安装回去 我感觉在安装导弹 再装这个 嗯 OK 接通电源 它已经亮绿灯了 哦 它是没有开关的 你直接来滑动它 它现在已经有风了 它现在呢其实已经有风了 但是很安静 把这个配一下 它好像已经配得好了 OK 关于这一款空气进化器的开箱呢 就先这样 至于它的详细体验是怎么样的 我在使用过以后 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来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这款空气进化器的 OK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今天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 报备一下我最近的状态 然后最近在忙什么 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 然后就是 给大家开箱这两个东西 OK 现在已经开箱完了 我要收拾一下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